明天是这样 您的那个 等一下等一下 来 给一个特写 给舞台上一个特写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 换了一个更高的 为什么换了一个更厚的 哦 下面是潘江江老师 不不不不 你们呀 能不能把节目显得大气一些 想一想潘哥的身份 潘哥二十年 固定被一个人骂 我们现在 专门为了尊重潘哥 我们给了他足足五分钟 让你把怨气说出来 而且潘哥 浓缩的就是精华 五分钟咱把劲使到 显一下我们节目大气 你再说得好 彻底 彻底一个 彻底 彻底一个 潘哥 潘哥 他小瞧我了 干嘛呀这是 不用管他的 不是 我这口头大会啥 这到时候还怎么这么埋着人呢 潘哥你说真是 我那么接地气吗 吐槽大会是好意 如果你不安那个 不登这个的话 根本拍不到你人 过分了 过分了 潘哥 你听我说 我不是在旁边 我给你调好 一会儿试一下你高度 你得以拍到潘哥为止吗 对对对 掌声欢迎 需要调高度的潘老师 不是 您先试这个 您先试一下 一个就行 你整个拉来 从此以后别老说 我们潘哥需要两个箱子 我们就需要了一个 高一点的箱子 掌声有请 潘长江 大家好 我是潘长江 这么多年 我终于有机会 吐槽菜名了 大家年年看着 他在春晚上欺负我 今天我也来欺负欺负他 当谁不敢呢 我就不敢 我有啥不敢的 那天我就当他的面问他 让我在舞台上 欺负你一回呗 他很有风度 笑的喝的跟我说 滚 他让我滚 我就滚了 我翻着跟他就走了 你说我跟他上了几年春晚 这外号给我起的 什么小陀螺 小鸵鸟 小摩托 小螺丝 骂我都骂成罐口了 大家都刚到不出了 那肃的 嘎嘎嘎的 今天我也给你起个外号 姓蔡的 你给我挺好了 你这个大 你这个大漂亮 你这个大美女 你这个大长腿 我还就 不敢骂你了 你能把我咋的 你说你一个貌美如花的老太太 咋这么毒舌呢 就你这舌头 吃饭的时候咬着了 那都算服毒自尽了 菜鸣咬五步舌一口 五步舌只能走三步 那菜鸣为什么要咬五步舌呀 那指定是五步舌招的了 五步舌它活该呀 绝对活该呀 今年没上春晚啊 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没被菜鸣刺我 我就跟没过年似的 菜鸣老师呢 在我心中那就是年呢 大家在那天天放炮 就是为了除荡 所以跟菜鸣合作呀 也就是我这个手气棒 一般人还真来不了 你看郭达 都给气出高血压了 这才长低我 因为我血压高 也高不到哪去 我高血压 相当于别人膝盖冲雪了 得得得 我也别说太多了 把菜鸣说急了 再把我给蹬了 明年还指着菜老师 带我上春晚的 菜鸣表演是好 就是这个表演方式 太废老头了 就咱们这个年龄段吧 留给你的老头 已经不多了 听我的 别换了 你还想换啥样呢 就场上这些人 你看看 就那个 就剩张绍岗了 这老头一看也不咋地 穿得比你还像老太太的 我来说这其他人吧 这其他人吧 我还真都不认识 一会儿啊 叔啊 跟你们好好地认识认识 完了 别回头又挨顿臭骂 不过 丁泰生除外 这人我打听过了 最好别认识 大张绍我倒认识 就他那破歌 我听过 不就洗刷刷吗 我给我外孙子 洗澡的时候 经常唱这首歌 洗刷刷洗刷刷 洗干净了去哈拉 这个完了 我外孙子说 老爷你别唱了 这歌比你还土呢 外孙子说 大张绍呢 当年也上过春晚啊 唱了 《笨爽》 书真羡慕你 一个人就能上春晚 还用不着 爱你菜名的妈 我要是能这样 那我也笨爽 但我做得到吗 我做不到 小品哪有一个人演的 没有 所以最后 我还得发自内心地说一句 明明爱你哦 其他CP天天换 你的陀螺一直转 谢谢大家 我是喜剧老顽童 潘长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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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计时 3 2 1 请锁票